6G华为是否有机会? 外媒,华为没机会 进入5G网络时代后 华为5G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欧美长达数十年的移动通信技术垄断 凭借超过3200项5G核心技术专利 华为也成为国际5G市场第一 在5G领域,可以说无人能超越华为 华为任正非也表示 华为5G领先竞争对手至少两三年 看到华为在5G领域 老美也直接攻击制裁华为的5G 想在6G网络领域反超华为 超越华为 很快,老美联合高通、苹果、三星等众多科技巨头成立了6G联盟 与提前开发更先进的6G网络 老美在6G网络的禁地卫星领域有先天优势 所以国外很多机构也说 6G,华为没机会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与现在的5G网络相比 下一代6G网络比5G快100倍 而且6G网络使用卫星进行信号传输 所以信号覆盖范围会更广 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山区没有信号了 6G在自动驾驶、机器协作、互联网等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为了抢占6G网络发展的先机 老美一直在不断地发射卫星 其中马斯克的SpaceX星链计划已经发射了上万颗卫星 这也让它在6G网络发展的过程中拥有了领先优势 虽然美国在6G网络上一直走在前列 但并不意味着华为6G没有机会就会在6G领域落后 毕竟中国在卫星发射方面的技术并不落后 华为的任正非很早就说过 华为6G网络的研发是和5G同步的 而且要知道所有的通讯技术都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要学会爬才能学会走 华为的5G有绝对的领先优势 所以华为在6G领域不会落后 整体来看只要华为坚持自主研发 加快发展步伐 在6G领域不是没有机会 而是机会很大 在任正非的领导下 华为正在用实力战斗和平 华为要想在国际市场发展 只能用实力证明自己 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不知大家对此有何看法